為您帶來IVEL 時時賽況解說 哎呦 這個出生點其實很差 對 沙發廢墟 外面是一個扇形的分布 幻荷的昆蟲 大房走是幻荷昆蟲 應該不會考慮吧 女巫追擊昆蟲的話 看了一眼走了 孫子的囚徒正在往大門廢墟跑 那可能要找到囚徒了這一波 對的 那囚徒的話肯定是首要目標了 休息又快 然後板你針對掉以後 也能夠防止你去補密碼機 是的 這裡先補一個寄生 但是這把囚徒有個先知可以保一下它 還行 囚徒先把電場給點開來 這個板給嚇掉 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 電了一下 強行翻 好狠 對的 那也是囚徒現在開局的一個增長了 有一波小的加強嘛 這個電流也是很關鍵啊 避免說快速的給到第一刀 是的 這裡直接交了一個板壇加一個窗壇 準備往四合院的位置轉 先踢掉你的電 這裡原生在拉抄距 那可能是要放狗拿一下第一刀了嗎 原生已經跟上了 所以可能要放狗了 蟲群在邊上 不放 想先打 想先攤一刀 讓原生先打 原生放狗 寄生也跟了過來 對的 這個狗 原地卡狗這是在板中間繞 獅子 有一點跟丟視野了剛剛 而且寄生停了 這波寄生停了 距離很遠 想控原生過來先打一刀 昆蟲過來幫忙干擾了 這裡狗應該是卡掉的第一刀 第二口卡掉了 第二口卡掉了 第二口已經卡掉了的話 那這樣 第三口怎麼辦呢 要交鳥了感覺 哎 交了一個鳥 交了一個鳥 那這樣的話還是拿不到第一刀呀 是的 第一隻狗完全浪費了 對 沒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蟲群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幫助 而且前面還能近板 原生甚至拉回了 這波原生拉回很虧 哎 那要換追了選擇 可能是 先去寄生一個 先去寄生一個昆蟲 對的 那這樣的話補一個寄生 把這裡架住 這裡換荷的話被左右包夾 應該是能拿到一刀 先用寄生先拿刀了 哎 拿到了一刀 直接本體放狗 是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蟲子上面想躲翻過去 還是咬到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狗應該是已經 有新的三口出來了 是的 對 就是 現在第二口咬掉 前面有個板子 可以讓換盒卡一下 直接翻反彈 可以再翻一次 又卡掉嗎 好像是把第三口卡掉了 還有一口 還有最後一口 那這樣的話 想控寄生最後一口 直接不管了嗎 那狗掉了呀 狗掉了呀 狗掉了的話 那鋼仔那波起源不應該切的 他還有一口 可以拿換荷的刀的 是的 那這樣的話 換荷蟲群一推 應該是追不太上 是的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本身信徒的移速 就比較慢 誒 這裡嫖了一下 果仲的獅子的囚圖 是的 現在兩隻狗全焦 沒法拿刀 想拉原生回去偷獅子 場上已經五台電機 都已經修了差不多了 而且沙包是遺產 廠房也是大遺產 對的 對的 就是密碼機進度的話 已經很多了 因為這一局 有一個幻追 然後拖了很多節奏 五個技生 直接板彈 但是原生過來可能要搶窗 獅子也很穩妥 沒有走窗戶 對 他因為知道女巫在你附近的話 肯定是不敢隨意 貿然去翻這個窗的 這裡又可以卡一個板 這個博弈 有點小叔 卡了一波模型 直接切散了 那這波切散的話 想要壓住沙包的這台遺產 對但是外面已經起了第六台機子了 是的 只要前鋒去救一波就有機會 狼人也很清楚 就是不會說輕易的讓你 就是女巫局 畢竟多起一台電機也是很有必要的 對外面的密碼機已經達到了7層 只要前鋒救下來密碼機是夠的 對這個卡半都可以了 那前鋒已經是到就位 分卡一波半 而且大概率幻赫是也會帶了一手化險為一的 這裡再補一波撞 直接切信徒 利用博命的一個加速 博命救人下來的話 有一個35%的小加速 那這樣的話拉的球也是距離 會比較省 對速度非常快 很好撞 獅子直接原地自驅 這裡電機壓好了 齊炎再去管大門的電機來不及了 應該是想去補機身了 對齊炎現在去補機身 感覺過去以後開掉了直接 對 那也是球徒也在自驅嘛 他想把最後這個點留來針對487的先知 因為他現在是最脆弱的 沒有鳥 而且有一層勞神 現在計身他開門戰 只能針對487打了 487也不及 487把圈撿了這一波 對那原生趕過來的話 那這樣的話可以先調一下 就他不想消耗這個計身 對於起研來說 他就想用原生先拿一刀 想打蟲 蟲群有沒有發現 可惜蟲子就算貼門 他也開不了 後期也沒法幫忙 對 那怎麼的 你還想讓蟲子也幫忙點門嗎 那這蟲子至少也太高了 想拿原生過來打一刀 那這裡直接開門了 因為隊友都已經壓好了大門 壓好了小門的位置 是的 然後487是直接往地窖的方向衝 我們知道大地窖的點位的話 是在大門和廠房 在廠房 那小門已經點了8層 這把直接就要往地窖走了 來不及了 留不下來了 這個距離 跟不上了已經 這把感覺就是一把 平平無奇的四跑 平平無奇的四跑 這個平平無奇用的妙 那麼雕刻家這邊是出生在了小門的位置 是往中場去走 這是一個左二右二的一個對稱分布 其實跟沙巴廢墟那個出生點差不多 很像 對 然後也是對於監管者來說 不是太舒服的一個點 大門是瑜琴的前鋒 裡面是 空軍 壓星的空軍 對 天賦帶著挽留底盤 沒有快菜也沒有風窗 就打定主意不去廠房了 這裡的話是 直接夾到了前鋒一下很快 前鋒他是稍微躲了一下 但是艾力他是預判到了 你會躲這下 所以我這個雕像故意晚放了一點點 是的 那這裡應該要 新式上的一些勾心都攪了出來 這邊一波夾沒有夾到 魚芹直接拉球走了 那這顆球是交了一大半 那現在對於他來說好消息 就是如果把前鋒打倒 對面的球容者會少一個化險為夷 空軍在這裡 空軍有點貪啊 他沒有急前走 對 他可能是想幫魚芹開一槍 但是這樣的話槍沒有交出來 還吃了一刀那要換追了 反追空軍的呀 因為金森已經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艾力這裡天賦帶著這個金森 他最想要見到的人就是 先交鳥 那這裡有沒有可能先拿一刀 然後 想等雕像夾 哎呦 真的夾來了 夾掉了 哎 槍還沒交出來 槍也沒交出來 對 那這樣的話金森也是沒有 一加四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大數據這邊四抓率是給到了34 嗯 是的 對於艾力來說 你看上以後這個四抓率會再次上升 對 就是因為掛到了地下室嘛 是的 但是因為有球圖的存在 我們可以看到巧克力密碼機也亮了兩台半了 對 那這個倒地速度其實挺快的了 但是密碼機還是已經開起來兩台半 沒錯 哎這裡粉場干擾一下球圖 前鋒這個狀態的話直接拉球了 哎呦拉球被打斷了 但是人應該還是可以救下來 就看這波地下室怎麼說了 對的 先夾一下一個盲夾 哎打倒了 打倒了 這個盲夾是在椅子前把前鋒給撞倒了 壞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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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四抓率不超過50 大老師就不太對勁了呀 直接繼續往上飙 球圖也來了 球圖這個地方有可能會被打跳樓刀的 對 而且我們知道他手上是有個金身是不太怕電的 對 哎 騙了下來 要還想夾一下想夾出二接 對的 那這樣差一下 哎呦 先打成二接 出二接 這個槍的話 一個分店 先把空軍打倒 還是沒交出箱 這波應該叫直接舉嗎 沒有舉 想還想 繼續把咸豐給打倒 對 前鋒的球已經很少了 哎打了一個跳樓刀 那這裡無所謂呀 兩個換兩個嘛 地下兵 地下室仍然是嘉兵兩位 對 那這樣的話地下室排排座 那空軍是掛飛了 空軍掛飛 前鋒只能去外面摸一下密碼 就可能要去開個箱子了 對的 那空軍的槍也是留在了地下室 那艾力這個金身也是帶了一整 帶了一整局都沒用出來 哎 很精準這個雕像其實是 他預測到了 他預測到窮者這波的心理 是的 你會去 預判你會去翻那個箱子 對就是大門廢墟那里面 也是有一個比較近的箱子 就是他其實知道 猜到了前鋒 可能會在那邊翻箱子 但是這個墳場沒有 沒有很仔細的去看 對 翻到了一個戶外 那還是再確定一下這波已經人走相空 啥也沒有了 那先知和先知是撿不了空軍的道具了 而且這道具在地下室里也比較難去用上了 對 先知其實也很莫名其妙 修了兩台密碼機 修了修了 隊友怎麼全去地下室了 這就是Ivo Yellow嗎 感覺修的也沒辦法吧 對於他來說 就先知 確實把鳥交出來以後 他也沒有任何的操作空間 對吧 就是他也不可能說 他可以 對 他現在可以用雕像找一下人 就是艾莉定位一下 那求生者方是把前鋒給調整了起來 看到魚情了 廠上的密碼機還剩一台整 加一個大半台的遺產 加一個半台的遺產 一個戶外彈走 很細節 躲了一下夾 但是還有兩組雕像 對的 艾莉也是帶了一手底牌 這個金身隨時可以切閃現去把它終結掉 對 但是目前來看這個金身好像是白帶了 這刀空了 這刀前鋒的效果還是快啊前鋒 對 而且雕刻的前腰也比較久 對 那一個二階 哇這個秒盒 直接是第一個雕像還沒掌完 是 對 直接底牌傳送去找瓜瓜 那瓜瓜這裡也是單練了 這局 看你翻不翻 你翻的一瞬間我放 就是你敢在我面前翻 我這個夾就不會丟 這就是雕刻的夾 哇兩下 對這個雕像彈回來又夾到了一下 是的 我的天啊 艾莉的這個雕刻家熟練度也太恐怖了 不是 你敢相信他這是 PC轉手戳的一個監管者 是啊 完全真的 這就是我們的 天賦吧 對 真的是天賦意義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 那這裡打倒一刀 可以用墳場造一下沙包裡面 再去追擊一手前鋒 是的 那現在的話 雕像 握頭有點失誤沒有往最裡面放 不過沒關係啊 只要我有耳鳴的話 我用一左二階去指向瑜琴的方向 定位嗎 應該能看到吧 看到了 這裡有個狗狗 沒看到 定位一下 但是找到了 找到了瑜琴 對的那這樣的話 瑜琴手上也是沒有任何道具 那這一局四抓應該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對 前面一個分裂又夾到了一下 想騙一波翻 瑜琴也是翻了過來 但是又接了一個雕像 這個雕像 艾莉莉的雕像 就是讀了博士了我感覺 我感覺嚴查 對 雕像有問題真的 對就是剛剛麻瓜我們也是看到了 就他也是 翻過去 有一組雕像在右邊中了一個 翻到左邊 左邊又中了一個 對那個雕像因為能彈三下 他彈了夾了一下之後 往外那個模型一彈回來又中了一下 對 所以造了一下廠房 造出了腳印 那先知位置被發現 麻瓜也不好走了 對的 前鋒的話也是沒有自起 在地上血線還很早 是的 對 那這一局我們都可以提前恭喜艾莉莉了 指出了方向 定位定到了 前面再一個墳場 看了一下人躲在板後 對 看到了 看了一下你想陰我 前面窗戶又有一個交互夾的機會 先逼過去 你不翻你就等著分裂 那你翻的話可能要被裡面的夾 是的 不過這一波確實卡得很好 沒有被夾到 對對對 因為我們前面都是發現麻瓜前面都是 就是 又是一波卡 他沒有第一時間翻了 對就是艾莉 他現在知道了 艾莉他會等你一下 等你騙一下 然後所以他現在等兩下再翻 是的 這幾波的雕像都躲得非常的秀 是的 麻瓜這位選手也是展現出了他不俗的個人牽制能力 這裡一個刀 打不到 又翻了一下 不過終於夾到了 對 這是一個二階也沒有辦法 因為翻過去以後交互之後是有一個小小的僵直 這個僵直 你也是沒有辦法去位移躲雕像了 沒錯 那這把艾莉在下半輪上場又拿到了一波四抓 我看幾多鴨吉為您帶來艾莉爾實時賽況解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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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像出生准备往大门去了 大门是487的空军 487的位置有点差 他选择原地直接狗着 想让陶行以为人在200一窗那边 但是这波直接出来了 转到了一个安全点 100一窗的位置很舒服 陶行这里能滚到吗 有一个加速 但是这一个 再一次滚 第二下甩我也没有甩到 所以一个因为空军有一个10%的交互加成 你这波翻窗的话 空军无伤直接进板 直接进到半圆里面了 那这样的话还有一个重裙 这个重裙还可以干扰一下 打一刀 那这样的话应该要选择 打完之后应该要变轮胎了 对应该还选择平地区 他不想上楼滚 带的是一手金身 那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空军去打了 对他其实刚才可以早点滚完 早点变完 他有个空军下去了 但是空军并没有下去 不过预判到了 等于预判到了 因为487确实是从前面下来了 这一波翻又没有滚到 不过把他赶出了鸟笼 这里但是487是窗台 你外面这个板区 你还是得变成人形态 又要变了 对的 那这样的话 牵制时间其实已经给的很久了 先封了个夹子 你没有扎到的情况下 他有减速 但是还是可以交互的 对没有扎到的情况下 其实效果不大 再次变成轮形态 那这里应该是有一个扎到的机会了 原地先卡了一下位 487还在秀 哇 这么原地 这个走位 利用一棵树一直在卡着 淘行 那淘行也是终于扎到了第一下 这里大空地的话 应该是选择就在原地牵制了 是的 因为他目前确实也靠不进那些窗户 往窗户走的话 可能要再被扎一下 对的 那也是 淘行想开加速了 开了一波加速 但是还是没有滚到 直接在变人的一瞬间交枪 不过一个兴奋扛住了 一个夹子躲掉 那这样的话也是 方狂接好了 那外面的话 已经是过了120秒的时间了 是的 487再次上楼 只能逼得淘行 再开一个轮形态 对 那淘行的这个一阶 还没有起到作用 那这样的话 487又可以来到一个安全的点位 大老师给到了这把三跑以上的概率 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几 对 那确实487的这个牵制实在是太成功了 又躲了一个夹子 再次来到板区 对于淘行来说很难追 毕竟这是一个双弹空军 对 前锋直接过来保了 前锋已经修完一台了 接下去剩下两台就是佣兵加 观众选者一人一台 那这里的话 又变一个轮形态 这里有一个一阶 应该是不太能去牵制了 那现在扎到的话 可以选择直接拔刺 没有拔想管一下前锋 是的 毕竟现在的话 金身还在一个CD 对 那前锋也是要趁这个金身 还没好的时候赶紧过来 这一波怎么说呢 应该直接扎倒 但是有前锋 小果冻是放弃了 准备卡一下状态再救 是的 因为求了一手稳 既然密码机已经够了 并且外面有狮子的佣兵 是的 没必要我来操作 没错 东西比较大 这波让佣兵去救 然后剩下两台密码机 两个求生者破译 佣兵已经落好位 在这里窗子卡的 在这个窗户这里卡的了 对 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说 密码机是够的 所以陶行很纠结 他没法去管密码机 人毕竟是刚上椅的一个状态 这里打到了 没有打到椅子 打到佣兵身上 是的 先放一个夹子减速 夹子减速减到了 但是还有创弹 一刀 打了一下头 这一刀没抽到的话 很可惜 直接转到了女神像 对 那家密码机的话又压好了 但是这波是博弈上骗到了 487 是的 不过还是没法倒地 我还得再扎一下 因为现在出了二阶 这波二阶甚至没有 没有扎到台阶了 因为二阶只有12米的范围 他没有去距离不太够 前方补了一波球会不会直接开 有没有可能直接开 佣兵已经贴门了 不开吗 他可能是想等陶行变轮子再开 其实也可以 选择开了 加了一个板坛 这里本人是架了一个板坛之后才开的 那现在对于陶行来说 脸上是一个昆虫学者 换河的昆虫学者 还在扎 像我们知道 基本上破人都是不带挽牛的 所以这个开门站 对于狼人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创造四跑 对 那这里的话 陶行只能说 针对一个昆虫学家去打了 必须得牢牢地针对住 对 大门已经在点了 这波再扎一层 需要夹住换河 封一个交互点 那叫做昆虫 一个减速 再往地窖的方向走 能往地窒地窖 对的 那这个地窖有机会吗 这个夹子要躲掉 躲掉了 能出门吗 四跑 哇 又是一把四跑 我的天啦 他们对于这个地窖的把握 太精妙了 这里好像是在大门 在女神像出神 对 废墟走 是的 女神像靠近大门的这个位置 对 废墟是有两个人 于青的前锋以及空军 加星的空军 对 那这里的话 是小时的空军 这把是 插眼是照到了空军的位置 五秒雷先封了一下 小时被骗了 没有走 这波能连上吗 连上 连是连上 但是对没连好 连上了但大空了 一个阿联雷 插到了 插到了 这里有一个交互雷 所以就封得很准 关键这个眼 对于他起到的帮助太大了 不停透视 而且减慢了空军的一个翻窗 以及移速 是的 那前面又有两颗雷了 对的 那这里的话 埃莉他是没有带一个快踩 应该是一个经典的 这波没有连上 有点小失误 哎呦 但是还是连上了 这一枪交的漂亮 是的 一个交互枪 现在小失可能得转出废墟了 这个眼太烦了 那哎 埃莉不选择追了吗 有点跟丢了 有点 可能以为他要往医院转 是的 还预判了一手 突突要往医院转 但是其实没转呢 前面的板子 没敢翻 先查一个眼 脸上有个昆虫 要选择幻追 幻追麻瓜的昆虫了 一个二连炸 炸到了 炸到了一下 对 而且还把虫子给炸下来了 很精准 埃莉的二连炸 一个倒车骗到了 前面有眼 这个板很关键 能翻 而且翻过去还有个加速 那这样的话 空军不是特别好追啊 先把板坛给骗掉 再踢板 他没有带快踩的话 踩板还是有点慢 那这样的话 空军又拉开了一个 比较远的距离 这个距离的话 但是进医院还是有一点 勉强 这边如果能够再炸到一下的话 他就有遥控雷了 虫群来帮忙了 稍微卡了一下走位 那这里的话能进鸟龙 而且二连雷躲掉了 但是板子没下 为了躲雷没有下板子 翻出去有一个加速 再放一个眼 先把你的一个弹窗给 浪费掉 那这样的话 还是没有能够进到医院里 其实我选择 其实我觉得选择把板子下来 进医院里 二连雷 炸到了 总上有遥控雷了 还好 那这样的话 又是一个连扎带走 现在可以压到大门的这台 幽民刚刚开的密码机 对 那其实牵制时间 这一局的牵制 其实上次很成功了 是的 对 对于这一学生来说 他们这波 这把就不能卖人 必须得救 对 不管是卡半还是卡满 你一定要救人 是的 如果这一局 他们只是一个保平的阵容的话 就很好打 是的 空军本来他就有一个铁屁股 我把你卖了 那这局我就很好打的 但是对于邦邦来说 你救人就是给到他机会 对 而且我不得不救 一个遥控雷直接炸到了 那 昆仇要来帮忙了 哎呦 空军已经 一下被打掉了 对 他这昆仇是 刚刚被打过一次 但 空军刚刚已经被炸了一次 没法救了 被炸了两下就没法救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空军必须要有人来救 没有人来救的话 前锋会不会拉球过来试试呢 前锋一个板台 已经过来了 反弹去了木屋 反弹去了木屋 那是选择要卖了 对 对 因为这个人确实没法救 实在是不好救 对 主要是傭兵 远程被一个遥控雷炸到 在脸上又是一波恶连雷 对 这个血线 就是昆虫 他刚刚因为已经消耗过了一次 耐久 对 就是刚刚在医院正门 医院正门帮空军卡位的时候 是吃了一下炸的 对 对 那吃了一下炸之后 现在再吃一刀 就会 就会 那个消失 没有收回 他直接吹过去 对 他没有说重新重新把昆虫照回 因为他可能是在二楼 如果说我收回再从二楼去推到大门去的话 就很久 哎 要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那这样的话也是 艾力提前放飞了一个空军 这一局也是锁定了一个胜局啊 剩下的就是相当于表演赛了 接下去看艾力他自己的数据 能不能保持住吗 哎 鱼琴一波拉了一个球 对手上捏着一个遥控雷 被炸 教户被炸了 不过一个板加速可以进到医院里 是的 现在可以看到穷者放密码机也只差最后一台整机而已 其实求生者这局总的来说打的还算是挺不错的 对 只可惜是说要去争一个四跑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的话 这一局他们的发挥还是很稳定的 对 如果不是要争四跑的话 其实甚至有机会三爆 对 因为只要傭兵刚才不去就有人在边上压着 卡一个自己满状态 那昆虫道具也是满的前锋道具也是满的 用密码三个忽然是有机会争三跑的 对 然后而且艾力大概率是没有带一刀 没有带挽留的 对 一个远程二连雷 连一波 这里要开始停一下虫子 二连雷没连上 对 比较尴尬 对 不过一个锅板刀啊 因为雷是封住了板 这个遥控雷 非常精准 对 刚刚那个定时雷是封住了板子 导致说艾力去敢拼一个锅板刀 对 那这样的话对艾力也是不亏的 现在想把它挂回女神像 女神像是佣兵的遗产 这波守住了遗产 其实还有说法呀 前锋外围再开一台只有三层的密码机 是的 那佣兵卡满救 如果能把这个人救下来的话 电击其实也够了 是的 前锋的话还有三分之二颗球 就开门战如果能够操作一下 这一局其实还有拼的 还有批一个三跑的机会 就看这一波手艺的一个博弈了 已经确定了佣兵的位置了 对 刚刚是通过一个狭小的缝隙 看到了佣兵的走位 一个超远的三连炸 但是没有续上 对 因为距离太远了 超出了雷的范围吧 然后他看了一下前锋那边还在修 还在破一密码机 所以对于他来说没有压力 我就一直在这炸佣兵就好了 佣兵的话这里 一个户外很漂亮 这个户外还顺便躲掉了雷 对又躲了一下那这样的话 雷不多了 没有了 一波 二连炸炸到了 密码机忙压好 还在存雷 救人了 密码机已经压好了 放了一个5秒雷 那要一个二连雷要出刀了吗 还是不出 哎呦扯下来了这个人 直接就 那应该等佣兵的血线过半就开了 对 直接亮 艾莉选择带了一手挽留 那他是没有底牌 至少开门战也能挽留去争取一个嘛 对的 因为毕竟这局他只需要留一个就好了 哎 昆仲学者在往踢墙推 这把有机会三跑 哎 这里封一下 哎呦 没有封好 没有封好 再切了传送想管门 传送传到了脸上的前锋 前锋球还很多 直接拉球进医院 是的 甚至来逼一下佣兵 他知道佣兵的户外已经不多了 哎一波骗 红光骗到了 哎呦 抓到了 抓到了 想强行点门 这个门不够啊 不够吧 73 抬了个护腕 但是小门还没有点上 这波是不太好挑地窖的 对的 那现在的话 因为帮帮带了挽留的话 也是只要把佣兵架住 让他靠近不了门和地窖就可以了 是的 对 他这个血线能走到门吗 走不到 他这里甚至连 哎这里 人黄地窖都走不掉 是的 这里其实可以上一下虫群啊 呃 上下虫群啥意思啊 黑人抬官 哎 没有就是有一个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算bug还是特性 但是不能那个是不能用的 哦 不能用的是吧 我们黑人抬官的 那他这边来到门口把那个逼走 好的 那这样的话也是稳稳的留下了一个平局 那么我们恭喜狼队今天一个2比0干脆利落 带走了JHS 是的 永眠阵打女人我不打 我玩雕刻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直接来到中场 也要是谁 一查 的前锋 前锋 那先踩踩板吧 没有选择带快踩 这张图的雕刻夹是可以打的 嗯 因为很多的一个密集的狭窄的地方嘛 是天赋这边也是带了一个底牌挽留 嗯 对的 那么再往前走的话就看到白猫的囚徒了呀 是 这边来到墓地看一下 白猫已经是在这个拐脚等好了 是 他没有找到 是因为板子一拍他想你可能会往里面转 对 到耳鸣断了他是知道人在外面了 那这位置来上来 他往回走了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先往外走的话就不等他 可能能牵制的更远一点 我也觉得因为你可以提前拉点嘛 而且到中场的话有个前锋可以辅助一下 嗯 但是这几组雕像好像都不是很准 他这个转点很舒服利用了一个加速 那么就让你免费转出去了呀 对的 可是你到二楼有个高低差里的雕刻夹就更难拿捏了 嗯 这边雕像推到但是没有造成伤害啊 就留个交户的机会 夹到 夹到一下 但是已经是拖了很久了 这位置要吃他刀要躲夹 对 哎 哎呦 可以这个鸟也非常的及时 对 前锋来哦 那要不要考虑换追前锋 哎呦 这个球拉的 那是外面鸟也没有了 有点有点伤 压健康状态 嗯 所以还是会选择追一手球 这边还骗一个雕像就走空地 那好稳 这样的话如果吃两个叉刀是能稳一个三台的 是的 六雕刻夹最稳的方式就是 我不是你的夹 哎 电车要来了 这边给个叉刀电车能不能赶上 嗯 还没来还没来 没有 对了没来 电车哥哥来得有点晚了 那么这里要闪现落地的机会 声位拉的太开了 他不选择一个闪现落地 对 而且一个慢翻 让小程判断这个你翻版的时机 判断错误了 是白猫这里的躲雕像躲得非常的好啊 嗯 确实很细节 就他是故意慢翻 让你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交互 然后把你这个雕像给躲掉了 这里还在躲我的天呐 这个地形就比较狭长一点 是 而且手上还有一个电 把这个电一交 这个板它能躲一下 那弹刀闪现要不要交 还吃出了闪现 对了 但是当他倒地的时候 场上密码就已经差不多三台了 前锋也在旁边 对 这个牵制是 紧乎已经完美了 是 那来看一下 依查想给点压力 应该是不选择撞 这里拉球 只是来OB一下稍微的 风也太大了 没必要 是 这个局这么顺 我稳稳当当就两波 密码其实可以够的 是 怎么说 不选择撞就很稳 想要去卡一个半 对 那丢出去一个坟场 干扰一下北梨 但是你这个时候 一定要小心前锋拉球 拉过来揍你 因为你在丢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往空地去站一站 前锋拉球 四野拉球过来 哎呦 反应还比较快 对 前锋想跟着电车 让你反应不过来 但是小城这边的话 反应速度很快 对 然后开了二阶 再去干扰 尝尝这个密码机 第二波 压满就是有机会的 但是比较极限 压满就套个薄命 可能勉勉强强能够 对 对 勉勉强强能够 因为它不是说两台都是一半多 是 而且外面修的只能是前锋 是的 它两台都是有一个 主要是最后一台 差个七成 是 不过还好 就是前锋这台在二楼 不是那么好干扰 它只能干扰到北梨 那就看 这一波救人 能不能保一保了 干扰到密码机 随向药那边过来 电车哥哥 也在附近 满状态优兵救人压力 应该是没什么压力的 只要扯下来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可以 可以这样说 这个卡一卡 这个状态 对的 直接拉 等一下扛 哎呦没有扛到 但机子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这个是够的 是够的 那白猫就找一个交互点 或者说拉开距离可以直接开了 是而且开了之后 白猫是在二楼附近的 对它可以上一个二楼 对它没有办法去迅速击倒 而且那边实际上要 已经是贴好门了 所以这个局呢 大概率是能打出一个三跑的 而且它翻窗下去都放 那边卡了一个北梨 这边两个人 但是它不好秒 它得秒了 然后再把北梨架在这里 比较困难 看要不要招闪了 不招 现在还没有几个嘛 对对对 对 那这个位置的话 看手上雕像也不多了 很稳 想得给你一个擦刀 换船送直接船 但是门已经开了 这个局的话 不能再摊了 不能再摊了 就留一个嘛 这一张地图的雕刻家的话 它确实需要一个追击节奏比较好 或者说你能手遗 拿出一波大优势 不然的话 你如果抓的慢 它的一个干扰密码机能力 比孟之女巫来说 还差太多了 是的 而且当时开了密码机之后 白猫你是直接 往二楼底下冲 对对对 走不掉 它也没有办法说 我用雕像去把你夹倒嘛 来看一下这个点位 脸上是奶奶的这个香水 那是想追的呀 还是比较远 还能跟你拉一个点的 毕竟有先知可以爆点嘛 所以它直接往墓地那边冲 对 来到中场好像也是似曾相识 看到一个板蛋不踩 右手边是青畅 是天赋这边是带了一个底牌挽留 对的 来到墓地来锁这个奶奶 先用一个板坛 那距离拉得不远 看这边有没有预判雕像 躲一下 再放一个 躲得很好 对 其实它这手 这位是逼香水 骗一下 调香水非常自信 那这样的话可以回 它是防止它坐车 对 但是这样的话 鸟应该是快回来了 鸟已经回来了 对的 从这里把求生者押回去墓地 是 奶奶这个走位很秀 香水又好了 又可以秒回 哇 非常的漂亮 起到牵振的作用了 这边再把这个 没有弹射了 翻个板 是 这几个雕像躲得都很好 是 那么又进入到大空地了 大空地的话 香水又好了 鸟也好了 对的 骗一下雕像 鼎之鸟 这波走位非常秀 左扭扭右扭 对 它为什么这波选择 让先知看鸟呢 是因为有闪现 是说很稳 是啊 对 想夹又没有夹到 我又是一个秒会 三重鱼了 天呐 这个条是 大气层理解 是 我怎么就排不到这种条件 对的 这个距离闪现也不到 没有夹到闪现 开一刀 开一刀 我的天 被回了三瓶香水 在闪现开刀 是 这个局 我觉得倒地怎么着 得也三台半吧 对 而且它已经现在进入到 独栋这个点位 是比较好牵制的 是 反倒一下 哎 被烦了 我都被骗到了 哎呦 都已经二阶了 这个人还没有倒 我的天呐 他现在倒地 但是他的密码机也是差不多 三台 虽然说这个牵制了 吃了很多刀 但是密码机修的是比较慢的 而且被骗到了嘛 这边的话 怪卡好像想撞救 冰是个地下室嘛 有没有祭司 他就选了个撞救 因为你是技能教过了嘛 这样的话 让挑战师有一个二六的机会 待会看看出去的时候 要不要再选个笨 再补撞一手 感觉是可以选择补一下 来了 很漂亮 喀哥这把 谁起来了 对 这边想要不要贪一刀 打一刀 败卡 是 贪一刀的话 挑战师的距离那太远了 对 但是他下二阶了 是 二阶的话是可以有一个 远程击倒的机会的 哎 那他这边 直接就收标了 可能觉得那个点位不是很好夹吧 对 那是他这样的话 哎 好像是没有选择拉开 有个板坛 那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再留一个窗坛 而且到这里的话有交互的 比较狭准 这个早就被打了一下 雕像还有最后一组 哎呦 这个预判是预判错了 对预判错了 它的点位 那奶奶这边还在前者 而且这边是不会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的 是 他现在直接往快乐角冲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的 奶奶这边直接往快乐角 倒了 场上的密码机只差 其实只差半台了 是 看一下挂到这边 是 然后大老师这边给出的数据 三跑跟平局会稍微多一点 对 现在三跑概率非常高 那看一下 想去干扰一下小迪 但小迪已经快压好了 对 这边击倒 击中一下 直接打出来 打出来 那这个是稳救的 这个人你是拦不下来的 是 那一会可以选择直接 他得炸 炸倒之后去补一刀 那这样的话选择直接开了可以 对 那基本上都是满状态 而且技能才刚好 是 卡哥那边也是已经贴好门了 他现在真的有点难处理 先保证留一个吧 先保证留一个吧 但是这里 跟上一局是基本上是很像的 而且这个不能不能 哇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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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落地的话可能会出事 落地的话那边地窖是中场的 对的 哇 这个闪现是真的干 那有没有可能再留一个前锋呢 看能不能盘到前锋的点位吧 比较难前锋 哎 不对 前锋想走地窍 还是能走的 这边的话 除非你把它真的推回来 不然的话还是一个三嘛 那双方在上街车 这里是出生在大门附近 对 那这样的话 来寿愿先排一下 前面是个失效药 到前锋 脸上是前锋 来小木看到佣兵 整个脸上都写着倒霉 但是想逼一下 这是雕更加的好处 在这里是直接拉了个护腕 天赋的话也是底排挽留 比较常规 远处北厘已经拉点了很聪明 应该是佣兵给他爆点说可能不追我了 所以你这边快点拉走 对的 那四个院的前锋也是稳了一手 就让你逛街 让你陷入一个找人的状态 而且你以为我拉大房 其实我在偷偷压脚印藏起来了 对 你像大厂的白猫香水也是进行拉点 对而且大房不是很好追 看到了 想套路一下 这边直接预判雕像 有个交互夹的机会夹到了 很准 拉近了很多距离 所以必须得放香水了 哎呦 大家回的话 哎 不对劲 卡响了 趁你回香的时候 直接闪牌秒了 但是 调王师这波回香让他没有想到 对 这波非常灵性啊 调王师的回香 本来调王师的回香是会送一刀 是啊 他觉得调王师应该不会回 就直接闪现 没有想到调王师真回了 是 我也没想到 哎呦 前锋这拉球过来补下 漂亮 那么调王师这边直接进板翻板 可以到小木屋去了呀 这一波反而就是有点 那种弄巧成拙的意味了 本来是白给你打一刀的 对 结果想秒就有点贪了 那么也是来到了小木屋进行牵制 来看一下怎么说 因为闪现已经交了 还没有击倒 已经是牵制了很久了 哎 这里拉的身份是有的 对的 还有头标是锁下位置 这边有个交互夹来吗 哎呦 可惜 没有夹到呀 那么这样的话 调王师就不会倒在佣兵的小木屋遗场 他直接往角落去倒了 我根本不管点了 对 快乐甲又开始了 走空地只要吃把吃一个擦刀就是三台 然后就开始拿一个位移香水 看能不能再靠近角落一点点 其实他是不会回的 还能再拖一些时间 我的天哪 你还想赌刀还要绕树 就赌了一刀 还要绕 嗯 倒了 但是场上已经将近四台了 是啊 这求人者怎么一个能 比一个能牵制呀 对的 就这一局的话 我觉得就双方 都给了一波机会吧 是啊 就刚好我的给的机会 刚好弥补了你给的机会 然后你就秀了 对 对的 这样的话来看一下救人了 因为这个椅子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救的 他还有一波手椅的机会 嗯 然后监管者这边插一下夹就出二接 嗯 诶 诗笑妖来了 嗯 放一个雕像 两个 嗯 再来一个 躲 再来一个 嗯 哎呦 躲得很好啊 哇 躲得真的好 这边诗笑妖是完美的躲雕像救人 然后再配合空军一把枪 让调商师还能再牵制 是 厂上就剩下一台密码机了 哦 天呐 这个调商师还没有被二接给击倒 只炸了一下 那么调商师这边如果牵制起来的话 甚至那边还可以留出一个人来贴门 嗯 但是感觉比较困难 他们得靠这个依察的帮助了 是 他们在抢沙包里面的机子 然后前锋这边已经贴过来了 诶 一个二接 一个二接 但是依察在脸上 应该也就恐吓离一下吧 毕竟二就还是要前锋来捕这个手 他有技能 其实是不好撞 是 所以只是来恐吓离一下 是 但这就能拖很久啊 是 本来是可以挂人去盖上密码机的 但现在被前锋拖的要 挂人都要小心翼翼的 就马上要压好了 前锋直接一个操场球 哇 太赶了 还撞下来了 说他反应过来他来不及 他是加速球 对 而且这里大空地的话 这个球员刚好能打到墙上 对 密码机压好了 这个局球员甚至我觉得有私跑的说法 对 来擦到谁也开了 不敢打 不敢打 这是不敢打的 打一刀 那我就直接开 手上有技能 稳一点就留一个 如果摊的话就给机会 是的 不过挑战师这边半血没有道具 也比较难牵制了 嗯 监管者这边手上还要闪现 直接闪现 稳了 这个就不敢再摊了 如果说这一波 在东晃晃西晃晃 可能就让他走地窖了 其实他这边也不是不敢再摊 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去再摊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对的 嗯 嗯 如果你直接去门的话 可能你留过下来 是 最后什么一无所有 对吧 那这一局的话 在对手选途的情况下 嗯 嗯 哎 这个点位的话 好像开局没有没有选 哎 不对劲 看到清畅 在这边找到了清畅的虫子 直接扔一个虫群 天赋这边是带这个 但是原生停下来了 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好去追他了 是 那清畅这个 这个 飞仙飞 飞得真的快 技能还没好呢 对 你已经拉开那么多的身位 跑得太远了 直接放狗先拿一刀吧 我又可以不着急 可以先打他的虫子 对对对 那这样不行 这样他是要去翻窗加速了 那虫子又跟上了呀 对 反正这边是卡掉了一下狗的 那边还能下一个板 哎呦好秀 但是既身把板给踩掉 反正还是要给一刀 是 哎不对 狗卡掉了呀 我的天这波操作清畅 太秀了 练用虫子跟这个板窗交互 完美卡狗 再挡掉了一下平A 而且牛的第一只狗是特别难卡的 太强了吧 清畅这个昆虫学者的熟练度 我的天哪 那这里拉小树林又拉 拉了很远 两条狗去拿一刀嘛 对 小树林这里也是有一板一双的 他还要送一个寄生 哇 完美的牵制 这很舒服啊 求生者这边节奏 两条狗加一个寄生只拿一刀 是 而且机械师也是在外面爽修 这边来偷袭一下小迪 这小迪本体的机子怎么已经要开了 对 但是偷袭到了还可以 就在这个雪上 雪中就没有雪上加霜 对吧 对 然后傭兵跟昆虫的状态 已经及时补满了 对 你要这刀打不上 那就真的雪上加霜了 是 来看一下 用寄生想要去处理一下小迪 但是不想硬追 还是要拉圆生过来 那这个密码机 倒地我觉得怎么着 三台半四台 四台的样子了 而且小迪这边也是直接捡了个圈 就往快乐角倒 不讲道理 机械师都是在这种角落里按加的 对 偷偷绕一下吧 能绕就绕不绕不绕 我就算了 对 他想骗橙子去封他的窗 是 那这里还有一点点牵制的余地的话 再送一个寄生 哇 那有点亏了呀 橙子这边就好 这样是要五台了 两个人的一个牵制 对 大老师这边也是三跑的机率比较多一点 嗯 没错 那再补到一个鸡身 淘宝中场去挂这一局的孟之女巫去守密码机 感觉真的来不及 而且这张椅子还是比较好救的一张椅子 对的 他现在想要去保平 一定要穷者能给点机会 去针对这个界势 然后开门站能再去切闪留一个这样 对 而且我看现在是派调香师来救 放香水 骗一下 哎呦 这个鸭的话可以从椅子后面去救啊 是 呃 请他来 那这边要不要探一个双岛 来不及 来不及 这个救完人兽有个加速的嘛 嗯 他主要现在连这个界势都不好处理了 是 然后密码机现在剩下半台了 这样的话他想去管密码机 但是这一个佣兵你怎么管呢 对啊 而且往往还有大半个 对 甚至修完再贴个门都来得及 这么大一个佣兵 而且求人者已经是多开了一台了 是 他们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打算给啊 直接开六台了吧 这把的话就一定要把这个密码机修完来三跑你 是 他这边也是守着密码机来打 我的天看一下怎么处理 直接修了七台 这拿头手 你切尸长都守不了好不好 对 而且密码机分的非常的开 木屋大门 嗯 没有一个连的密码机给他去处理 是 然后小李老师那边是大房偷偷自己去一下 这个你打掉了我反而高兴 因为 嗯 你少一个寄生机我这边都不用管 密码机怎么样都够的 是 沙包木屋和 和那个大门的机子 小李老师这边也是去的差不多 砸两个板子连去 有点迷茫了 这个中后期有点不知所措了呀 是的 小李老师这边直接差不多压好了呀 已经开始填门了 学生者都 嗯 卡哥的话是想保一下自己的满状态 这个交的是没有问题的 对 毕竟他已经压好了吗 那佣兵在开门战是个满状态 给到监管者的一个压力 那就简直了 对 而且墙上其实四蛇五入 只有一个原生性图 小李老师这个是差不多去好 他没有销而已 他已经压好了 对他压好了 就是没有销 你现在就一打四 你不像其他人不一样 哎呦 闪现留一下 但是门是有点来不及管了呀 是 两边门都在开都过半了 这边到小笛上挖的话 那边 求生者的门也是可以打开了 嗯 这边是个佣兵肯定是处理不了的 是 嗯 你要是换一个别的求生者 其实你也不太好处理 因为外面放的是昆虫和条山狮 对 还有道具 这边的话佣兵没有第一时间走 还是选择贴过来了 这边也是比较聪明 没有选择把人挂上 因为这个椅子的话 其实是有风险的 是 那 很想摊啊 但是应该是不可能会挂的 再重新过来了 但是来不及 是 是 挡不到这一刀 再给这个怪兵肯定是 应该是没办法 是 这我梦子女 想强行留一个 你还是拿我没辙的 嗯 他还可以非法搬运嘛 对的 因为如果他挂上了 那就真的出大问题 是 他不挂上的话 可以说非法搬运到一个 搏命都出不了 就把你放在角落里 一直折磨你 对 放下来 摇下来 击倒 摇下来击倒 跟帮帮差不多嘛 对 对 那这边也没有办法 是个僵局了 是 这个局势不可能去给你机会 让你去开圈四跑了 是 如果 那就 太伤了 是 如果这个时候大老师那边 数据出来可能 可能数据已经直逼 直逼99的结局了 是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在第二局中 又是一个 互相三跑的一个局势 对 又平了 我的天哪 难道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边刷下了死木马 那选择直接去帐篷 帐篷是一茶空军 算是想追的吧 可以追可以追 看一下 又是经典卡在这个帐篷后面 卡下视野 你来我走的一个点位 天赋带了 他没有传到吗 一个八卦针 因为野人吹 吹了口哨 所以他觉得 他觉得 他可能往里面绕了 没有想到一茶先生 这波跟野人的配合非常漂亮 是 其实小城带的天赋 也蛮拼的 那个八卦针 就是一个 对熟练度很自信的一个天赋 那这里应该是能排到吗 能盘到了应该是 好像没有看到 感觉是要等一个传送 找到了 这样是找到了 但是这个距离还是挺远的 想要抓的话比较难 要不要传送呢 而且祭司这边是偷偷过来 打了辅助洞 对外面有先知 还是选择先追一下 谁来一下 这一枪是有点出其不意的 是 打一枪拉一些距离 这边是有洞的 这然后直接走了 刚刚祭司提前打好的洞 然后这个大洞不处理 这样的话 又给你绕一圈 是 难受呀 一茶先生 这个局拉扯起来了 这边应该是还有下好的板 可以利用一个板坛 而且还有先知的鸟呀 对 这边躲炸弹 但是这里 这里没炸到直接冲出去 要不要给一只鸟 哎呦 空刀了 这个弹刀有点伤 这里就是刚刚说的夹缝躲炸弹 对 它躲了炸弹 吃一个操刀完全不亏 对 然后把鸟过去 小城这边带的是传送 抓人还是比较难的 先知鸟还在 它现在只能丢个炸弹 稍微封一下走位 那怎么说 都没有连上 一茶先生这个走位非常漂亮 是 而且小城这边的炸弹不是说很多了 给鸟想给擦刀 但小城这边 它要把这个鸟炸掉走位 哎呦 然后直接 又能牵制 能拉点 这样的话感觉 能牵制个三台半呀 是 而且小城的炸弹只有一个多 对 虽然现在有遥控了 但前面一个雷都没有炸到 没有办法遥控带走 是 它甚至还可以走过大洞 这边应该还有洞 我的天 还有小洞有大洞 谁必选好吧 要不要来个反钻 然后怕反钻 那你怕反钻的话 又拉开身位 这画面我怎么从哪看过 这第三圈了 这样绕下去 对 主要传送来找一下北离的先知 北离不好牵制 哎呦 这个雷没有脸上好尴尬呀 然后也尽快 再放一个遥控雷先拿一下 感觉小城邦邦的一个熟练度 确实不是很高 今天的二连雷可能 被伊查给躲掉了吧都 对 伊查这个走位太秀了 所以就显得它好像熟练度不高 是是是 然后北离这边来到鬼屋后牵制 这边炸北离还是可以的 还是比较准的 是 这样的话看什么两个雷 这个位置总整一下吧 哎呦 炸到了炸到了 但是刚刚鬼屋大东西是没有打掉 这样的话 求生者过来救人会贴得很快 对哎呦这边博弈一下还被盖了一个头 还被盖个头 还要新鸟 还新鸟 他知道他这个位置走不掉了 那无伤大雅机子差不多了呀 对只要这边给到一波救人 那就压好了呀 是 甚至我可以压好来救 是 压满救 对 只要我机子够 我根本完全可以压满救 而且他们就打帮帮 当女巫打 修六台 是 是 那两台八十的话 手也是来不及了 而且野人 这个野人齐珠过来 野人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拦不了他 是 你现在已经牵手 但是我可以压好再来救 你要是一个别的救人员 我从远处拦下来 你可能救不了 是 求生者这边甚至可以多派一个人去贴门 对 现在这个野人为所欲为在脸上 他现在奥一直直接拉就可以了 对 三连炸炸到了 所以要选一个好的交互 去开一下 北离现在的话想进给屋 还要追着吸啊 还要卡住他 关门 但是选择不关门 先把大洞处理掉 大洞进了 他怕没卡住 那就尴尬了 哎呦 这里鸟的吸出来了 可是交不了呀 有鸟了好可惜啊 对 那不过也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过半 其实还有机会再去卡一下他 到那边大洞已经拉起来了 是 两个门大洞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管了 这个局还是一个稳三跑 是 毕竟这边的话有野人 然后大洞接下来 你不管传送哪个门都留不住呀 是而且你再不济 你去喜点那边还有过山车 对 对 那这个局的话感觉又是 哎呃传送 但是这边好像空军没有走 是但是那边也去救人了 哦空军没有走 但即使能把人扯下来不对劲 能不能差一点 对劲 这个局好像有说法了 这 这好像是要四跑了呀这样 有四跑的机会 现在就看 那边的即使是有洞的呀 现在就看小城能不能来得及 因为仙之还是有一只鸟的我的天哪 有点难了 祭司有洞 仙之有鸟 刚刚空军没有拦到 这一波 我感觉要把自己摊出大问题 如果这个局 我来不及啊 求人者都拿到一个四跑的话 那 等一下MRC就一定要四跑 是 而且祭司这边也是直接走到终点的门 小城这边也没有传送了 我的天哪 惊了 这典型是贪失败的一个案例 他确实想保一个平 是啊 太想打一个平局了 收益伴随着风险 收益永远伴随着风险 现在话笑成 心情就是后悔 看一下这边的话 那边 脸上是小迪 小迪可以追啊 哦不对 他是佣兵 今天他是佣兵 你让我记他的那个什么 我以为他 他玩的是昆虫的 嗯 那这样的话 开局这个 运气有点差 给什么兴趣 对 运气有点差 天赋这边带着 预判到远的位置 但是佣兵的话这招 哎呦 还是打到了 是 可是感觉小迪老师的护腕 不是说非常想交的感觉 对 他想要看自己的走位 能不能去多拖一下你的时间 哎呦 差一点点 这里差一点点 吓死我了 感觉要佣兵要瞄倒了 他说 那可以换人 换人的话 那边是一个艾克的牛仔 对 牛仔这个点位的话 不是那么好牵着洪飞 最好是先贴近一下 看看能不能逼到鞭子再抬近了 嗯 这边的话 闪现也好了 想里面去排 但艾克很聪明 他是躲在这个墙景了 是 这边要排到了 哎呦 漏了 那这个距离感觉可以直接走路拿到了 哎 哎 没有砍到 那这里可以抬近了 对 那也不亏 因为我骗掉你的钩子先放了 针对 是必拉刀 第一台密码机已经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 再用钩子去拉鱼 但是要用闪现 对于艾克来说 现在只能不停地拉 但对洪飞来说 拉距离不好用 是 但如果往鬼屋拉的话 都没有一个甩鞭子的余地啊 对 这里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轻唱把车开在二战了 希望 艾克等下去坐车 开始有机会 而且重群也是过来了 对 闪现哪一刀 直接闪现了 其实他轻唱的那个重群已经是过来了 想看看能不能 对 我一下这个闪现 或者退一下洪夫人 不要倒地 好在这里没有第二十 不然的话就是第二十件 是 但这个击倒速度其实真的很快了 对 对于这个角色来说是的 因为 直接拿刀 到这里还有个双趴的风险 对 傭兵你要摸这边弹过来的话 其实可以打针对 对 打针对 那重群过来是有点晚了 就如果说你是 这个正常队局 我可能选择打双岛 那我肯定选择打双岛 你都在我脸上了 但是这个局他要留一个 那就没有那么多说的了 是 因为你没法机不够嘛 下一波我只要再打到这个牛仔 那就可以宣告这个 XL的胜利了 这里重群也是想跟上来 没发现了 被发现了 他想推 但是这边已经被打到一下了 是 哇 这样消掉的没有起到一个重庆的效果 我的天 这边层子这么细吗 而且在鬼屋这个地方的话 他下来不是说特别好牵制啊 牛仔 对牛仔没有点给他勾 是 而且心肝也不好救人 还心肝过来在外面就可以拦到一刀 嗯 还好 差一点这个局就人都救不了了 对 那现在还是必须得来救啊 对 那边有人偷偷过来接球守过来了 找到了 他是已经有一个晕的球 那这里是没有活命的 哎呦 但是这个球没有打晕 重躲一下门 但是现在场上没有人有空休机 这个牛仔想坐车有没有机会呢 那很难啊 很难 哎呦 还转过来好稳啊 真的太稳了 这边地球守能来得及吗 地球守无论来不来得及 他都必须得过来了这样 坏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是 他打团的话没有 有一点晚吧 稍微 昆虫跟地球守没有起到这个配合点 是 他想配合 但这个配合没有配合起来 是 比如说他刚刚没红圈的时候 昆虫可以说多拦一下吧 对那这局的话 已经是被橙子给提前打下了 对提前恭喜一下橙子吧 确实也不容易感觉就很久没有上场 但上场的话 确实也是能打 感觉他最近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选手 那刚刚开到二战的车还可以坐一坐 来坐个车 但这个局其实红分想赢也比较难吧 大概率是一个保平的节奏 嗯 打一刀 太远了 那可以换过去了直接 再来守向绿亚基 看求者直接能不能给机会 因为 奶奶这个肌肉手是个半状态 那么可以击倒之后挂了这边的遗产 是 三天的遗产已经多了 谁要不要交 嗯 可以交我觉得 交不交都可以了 陈子老师随意好吧 是 那边还要再探一下小迪 哎呦 好准 好准 探到了 嗯 那边昆虫 看到 走的那边惦记在起点 他直接可以挂了 反正那边来不及来 走开吗 找到了 先挂上吧 感觉可以 哎呦 就差一点点 牵起来了 嗯 是 那边起点的昆虫已经是暴露位置了的 坏了坏了 就没有办法 是 嗯 这个局的话就是 除非说它能够躲得特别好 然后走一个地窖 嗯 其实洪夫人很难的 他是追 追击出名的吗 嗯 对 他如果那刀打不中 其实也是一个平局嘛 是 嗯 那这也是排到了昆虫 看能不能镜像锁一下位置 嗯 已经大概知道了 哎呦 直接照出来了 照出来了 那清唱这里也没有虫群 没什么牵制的余地了 哎呦 被抽到刀了 这翻过来 那这里甚至再来一刀了 用不到呀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一个四抓了 拿下一个漂亮的四抓 嗯 对的 那也是让我们恭喜X-Hawk这边 是挑战了三场 然后再最后解说 哪是 哪摇 我啊 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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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会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我们发财哥的第一把 没错 什么撞脸 撞脸昆虫 这个刷脸的话我们可以说必须要撞脸 撞不到 这个是一个相对对监管讲说比较难受的一个发散点 没错 这边走到中场之后看看能不能套路一下预见的昆虫学者 天赋方面的话是带了一个比较常规偏抗晕的天赋 底牌挽留 昆虫的话 昆虫现在架虫它没有脚印 就有可能真的会跟丢 这边的话给了一刀 虫到没急就收 现在是被收了 对 但这样的话你太 这个虫子打得多好 这个虫子本来是来不及收的 你打完之后就会有个20秒的速度 对 现在的话虫子还能用 就很难受 我感觉发财这边的话是特别想直接是先抢一个夹刀 这样的话虫子是被打掉了 接下来的十几秒内的话是没有重新的保护 知道 我直接给刀一刀 一个抽刀加一个过板夹是打掉了四分之三的状态 把板子堵住了这个雕像是 现在来说对预见很危险了 因为闪现在手 看看和祭司的一个联动怎么说 对 上新那边祭司应该在中场转点灯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没错 这个动物感觉就没什么想法了 先忙放两组雕像好吧 碰碰运气 这边是翻过了一个后窗之后再起一波虫裙 这边堵你路口 就说了 刚刚就说这种红教堂这些爱口很多了 不过还好 打完了 不过好消息什么 你现在把所有的冲军全部消耗完了 对 终于打完了 终于可以开始了 接下来它就成了一个白板 对 看看章鱼剑这边怎么牵制 这样搏一下板子 这个板子的话一会用雕像一封 基本上可以稳定拿一刀的 直接夹刀 是的 它这个雕像放的它不是往板子里放 是预判你的走位 放在板外的一个位置 这样一挂章鱼剑的昆虫之后 外面是蛮打满算 其实三台不到 是的 这样一个节奏对于群者来说 其实可以算是没溜起来的 对 这一局的话看看他们怎么想 因为还好存在感给的是微乎其微 可以这样说 这个存在感就是对求人者来说不亏 对 但现在佣民过来就 现在手里还有一组雕像看看博弈 选线是比较健康的 对 现在的话留给它的机会很多 现在雕像就是一组了 极限卡半 一花这一波就不急不躁 对 因为毕竟来的也比较早 对 因为来的早所以不躁 对 这边卡一个抽刀但没有抽到 但这个位置很难牵制出博命时间的 这边飞回来给到一刀 还好还是说开不了一个二阶 看一下能不能过去抢一刀 直接倒了 要结束了 对 现在的话你看救完一波人 厂商密码机是三台刚亮 然后两个休机位已经碰到了自己的第四和第五台 是的 对于发财来说的话是缺一刀二阶 缺一刀二阶的话它是想办法要 头部长出去找找机会的 对 虽然说我们没有二阶的坟场压迫力几乎为零 但是万一压到了就是雪砖 对 而且压不到没关系 我坟场投出去就是给到压力 对 这边想提前出去拦波波的前锋 前锋要给到 这个还是故意不打想跟你来一手以前博弈 这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雪线是有机会 但是两个人都过来救了 这边波波是直接被雕像挡住了 发财之波手蚁很优秀 看看这边两个人是肯定都救下来 这边直接把祭司洞打断了 是 我感觉当时就是祭司这个动作是感觉 我送着你震慑去的 我要把人保下来 对对对 然后这里的话看看 波波的前锋是不选择在撞 哇 这两个 这个联动动直接是把赵玉姐保得好远 哎呀 红教堂的祭司 对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顶上天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有队友给他再换个道具送给他的话 那就更恐怖了 是的 那不过才行 现在波波的话伺机而动 你看到没 这边又要找机会偷袭你了 怎么说 前锋在你脸上晃 不怕贼头就把贼垫起 他也要回头照顾一下 撞到一下 就打偷袭嘛 对不对 你看着我的时候我不撞 我就看看你 就镇圆头总有一些求生者 就喜欢跟着监管者后面 没错没错 那你特别难受的 先知呀什么前锋呀 前锋呀 支球手呀勘探呀 对那现在的话密码机你别说话 真的快让他们给拖出来了 前面还有大洞 这边能不能把他这个底牌逼出来 这样的话如果要钻大洞吗 钻了钻大洞的话 他现在换底牌也不敢传呀 对 不敢传呀这个底牌 敢传吧前锋在你脸上换 怕不怕被打断 他不处理前锋是绝对不敢传的 是的 这边铁刀一刀 那现在没用了呀 传过去亮了 立马就压好了呀 对 传了传完之后感觉可以直接亮了 传完之后 哎呦脸上差一点点上去的祭司 没错 这个雷若差一点把他给害了 对但是还好 如果说他这里直接被秒的话 可能大概率也是冲了一个三跑去 那确实 因为祭司在脸上倒了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嘛 没错 你倒了之后你得挂呀 对呀 那现在的话大门也有人在点了 对 看看我们的张玉剑 他能不能走个地窖吧 是 地窖的位置 地窖的位置也太难了吧 这地窖 远在天涯海角 天边 是的 这边丢个坟场看一下 这块板子是 可以说是对于预见来说是一个 但是他走了 是 那走了的话 就再找一个板区进行博弈 前面的话 那真别说 刚才我说昆虫学家 重裙用完是个白板 他其实不白板的 等一下 他不仅不白板 甚至还有洞 怎么说前面有没有队友去保一下呢 但他是有挽留的 这队友不敢轻易上来 对 遇见这边二阶雕像躲得很漂亮 现在手里雕像有点蓄不上了 佣兵能不能过来 一花的佣兵能不能过来 佣兵过来拿命啊 可惜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佣兵应该过来的 因为他是有惯 他不用担心自己走不了 对还有一个问题 但是佣兵过来也有风险 这个刷点的话是往小门方向是有两个人 但他这边是选择直接往推墙方向跑 脸上这边是无心的 他应该是秒到一眼 对秒到一眼直接走 天方面也是比较常规的 带底牌挽留带坠裂的 没错 那再往小推的方向走 发现没有人 那只能再去小门了 哎呦他这个找人的路线有点尴尬 他等于是成功绕开了所有求人者 没错没错 真的这样的 这边先还要停一下原生进途 然后把这个洞出了一下 回头再看看丝毫机有没有可能藏了一手 你别说让他逮到了 真逮到了 但是脸上的人到底能不能快速出掉 对你想呀 你逮到昆仲学者到底算是逮到了 还是没逮到呢 对 只能说没有完全逮到对不对 所以说看一看这波的击倒节奏 是怎么说吧 因为现在求人者是知道你身边母体在身边的 是有一个buff提醒 是的 现在的话原生狗和本体狗都好 哎呦 就抢到一刀 对那这里的话原生狗和本体狗都在的情况下 昆仲学者不好牵制的 是这里的话我觉得可以找机会直接放狗了 没错 刚刚的话原生是停了一下 这边先等一下 但是有动的话这个狗怎么要 但是还好他没有反钻 反钻的话肯定会吃刀 他觉得他确实是这样想的 是 但是距离拉开的很开 这个可是一个本体狗 本体狗不拿刀非常亏的 非常亏 那这样的话甚至这个距离是完全可以安全把口卡掉了 但是他这个翻窗卡口是失误了一波 是的 这边只能依靠一个被移 哎呦 带走了 这个卡口最后那口失误很关键 对翻窗卡口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 因为那个距离根本就没有破进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激到节奏 虽然说前期逛了一会儿 但是激到节奏非常快了 对同样的问题 同样是昆虫一倒 你前面前锋祭司拥兵 你拖的还是全队的一个破译速度 是的那这边的话还要稍微干扰一下承载 那承载的前锋也是被通缉了 这波救人的话如果说不让承载过来救 那承车这边绝对是要亏机子的 是的 哎呦这边还来中场干扰一下祭司 对他是想把中场伏笔的板和洞都先处理一下 嗯是的 前锋这边一贴过来 对脸上是只有一个信徒的 这边给到一刀稳稳救下来 昆虫是有二六能力的 是 呃那前面的话把这个爱口堵住 你看他还想回头去预判一波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你是个单信徒 所以说你面对这个虫拳 你连出两刀是不够拉开身位的 是的这边直接逼出来一个底牌 是 刚刚的话柚子是没有选择翻出去 他是预判那一手他东权那一手本地风窗吗难道 哎你看东权这边 直接是给你把前锋这个寄身补完之后前锋开始挂机 对那完了呀 对本来密码机不够前锋又不能修 对现在更不够了 对那这边的话再把柚子挂上之后 还要逼迫无心过来救这个人 对不管救不救吧 反正得卡一下对不对 对对小门这台被压住 前锋还被迫拉走 前锋这边还还被通缉了我的 对 就你想干什么是吧 是兼容者这边一清二楚 就之前是我可能切个寄身我才指短在那 现在是我现在就任何时候都指短在那 对对对 真的很难受的这个节奏对穷人来说 那这边的话也可以因为祭司 这边是砸到板了 对是卡了个板然后砸了个头 这边有大豆不走 对因为东悬想的是你们两个不能安安心心的调整 对但是这边也找了个机会 哎呀套博命 佣兵套博命是把柚子的昆虫救下来 但是直接打出红圈的这样的话 这个柚子昆虫应该是有机会直接放飞 而且现在场上还剩4台密码机啊 没错 那不过那边也好 承载的前锋 他的信徒应该是能被去掉的 对现在是等于说是通过这一波交博命之后 等于说是卖了等于说相当于是卖了昆虫之后 给到求人者剩下一个调整状态的时间了 对他们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无心的佣兵 他没有损伤状态 对对对对那这的话最后用虫群帮自己拖一下 也拖不了了 那这样的话昆虫学家又在这边是直接可以放飞 没错那飞了之后也还行 虽然说场上表面4台机对不对 但是遗产偏多 但是我们注意正好大老师给到我们之前给到个4抓概率 能达到48% 我天呐现在的话就看一下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道具还非常的多 祭司的话不用管他 他毕竟可持续对不对 没错 先补完祭司的寄生 但是他知道祭司身上身上小兜是有自己的子圈的 对很细节的一个点就是祭司的寄生补在了无心这边 我补一个寄生干扰两个人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小门这一台和就是中场 靠近中场空地这一台的话两台女马车都是被押住的 是的对于东学来说现在不着急 我等等闪现BB道具开门战 我还有得打一刀一个小朋友 没错 这里的话如果把他们道具都逼得七七八八的话 到了之后的话就是很难有一个开门战运 可能是我中后期的话是给你很大的一个拉口空间 看刚刚还说我们这个道具很多是吧 转瞬即逝 闭完了 对这样的话不仅是道具没了状态也没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节奏对于群人来说不好去运营的 其实这边的话祭司还要去想办法自屈 因为他现在我们一般都说什么送寄生送寄生 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是不能送寄生的 本来佣兵就办状态了 你再送一个寄生一会怎么办呢 就在本不富裕的这个节奏上雪上加霜 对雪上加霜了 这边你看祭司的寄生还没去掉 我还要给佣兵再补一个寄生 是 现在信徒是有闪现的 很难很难 虽然说外面都是大遗产 但是对于女巫来说 你这五台密码机并没有多修 没错 这里边你看 这台密码机中场这台密码机 是牢牢的控住的 直接果断小闪 那这样的话可以拿佣兵这个节奏 没错 而且什么佣兵他给的可不是自己寄生信徒的刀 那就是什么 那现在的话不公平了 对不对 我场上的信徒多还是你人多 没错 那怎么说现在这边中场 傻豆这边要赶紧抢下中场密码机吗 这边的话过来补接给 傻豆这边补一个寄生 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被迫化的 你又要自己去去散 我辛辛苦苦去掉的信徒 你做个动作就给我补上了 这还有个伏笔是吧 你会发现陈仔这边前空虽然说状态还好 几乎满球 但是他手里边没有子圈 没办法把队友去调整状态 没错 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一个运营上面的伏笔 对那这边的话被迫把原生信徒调回来 准备去挂这个人 这个也是前锋起掉的一个压迫力所在 没错这边也是个双信徒 所以说陈仔边上想OB一下也没有太大空间 没错那现在场上密码机虽然差的不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对这孟之女巫 你要是按6台密码机来算的 对你这5台的话很有可能会永远被压住最后一台 对你看这边傻豆 他不敢轻易的去送自己这个寄生的 但是也没办法 对他先拿你一刀把你打残 对这边是撞晕救还行 但是佣兵是没有二流空间的 除非再能帮忙鼓一下 那能进中场了 能进中场 对现在穷用者寄希望于东旋 赶紧不要想着密码机的事 快上头追谁 还有个问题啊 你现在进中场的话 你顺便还是会干扰到 中场这一台遗产机 对中场两台密码机 你要在中场牵制的话 你虽然牵制的动 但我密码机动不了 是的 那现在两个信徒继续往佣兵的方向去包夹了 现在怎么办 没有道具的佣兵 弱小可怜又无助 这边可以直接一刀带走 又没有给到寄生刀 是 那这个又是一个双信徒挂人 前锋那边又不太敢过来 给到一些机会 但他想把什么 想把中场偏控力这台密码机去抢掉 是 但是很难 你看我们这边 其实左侧给到了一个当前的破译速率 一直是在0点指到1点指在动的 相当于什么 就等于说这密码机就没动 对 几乎就是没有动的 那这里的话承载的位置是知道的 祭司是半状态 没有办法来救 那这个人的话怎么办呢 这个人谁来救呢 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五星的佣兵这个状态慢慢流 对 因为现在承载他前锋虽然说有一点点救 不过还行 这个距离有点要迫近的意思 对 有点要迫近的意思 这能不能外围拿到一刀 如果能 不行 对那拉球的话要进行一波以前博弈了 没有说外围拿刀的一个机会 不过这台密码机 这么大的一台遗产是被空住了 你外围永远少一台机 是的 直接闪现条例 别脚闪了 外围的话把人扯下来 椅子前的信徒再控一下 佣兵是没有道具的 可以直接击倒 对 对那佣兵的话一会挂飞 现在两个半状态的人怎么办 不过好消息是什么 前锋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字圈 对 而且但是没有关系 对于东西来说 他因为知道你在这边脸上有一台密码机 是自己牢牢压住的 他这一会儿直接去挂飞无星的佣兵 你节奏就在手里了 对 这局对于孟之女来说 就是一个慢性死亡的死发局 因为什么 因为你密码机看似就差那么一点 但是我能让你永远都差那么一点 对 这还是老身长男的话 你面对孟之女五台密码机 远远不够的 是的 那这里直接交闪 你看那边牵着佣兵 这边还想续一下承载的节奏 这样不贪了不能贪了 如果再贪的话一会儿无星摇下来不好 对 然后直接挂飞 对 那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承载他的操作非常秀 就即使在这样一种困境下 没有给到这个东悬什么机会 那傻兜那边 是重新去起密码机了 去起了一台小房的 对 但是现在你两个半状态的人 只要补一个寄生 这个寄生补了 你就不用管他了 成功者一定会挂机的 就补谁谁挂机 对 补谁谁挂机 那你看这边原生信徒 往中场密码机一站 然后寄生信徒只要补在这就不用管了 那现在只要找到承载这局自抓了 或者换句话回来说 你现在得是什么 你得是一个人天袖牵制 天袖拉扯 然后另外还要安全去偷 现在为什么 傻兜这边祭司是调不了状态的 就看说承载的前锋 有没有办法去摸一下道具 摸个真 对 把这张来调整回来 现在对于求人者来说的 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一个 就是前锋这边没有被发现 而前锋是有能力去摸道具的 完了 直接一刀打倒了 那现在原生信徒的话 看看中场这边还没有耳鸣 那就可以去找找前锋的位置了 是 祭司这边一会要 如果不管他的话 要交自己的 对 没关系 补一个寄生就出去找 补个寄生出去找 对 那其实找到承载就是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 这一会儿就是 就是祭司这边的话 傻都是等于说欠这个胆子 你都不敢起 对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好位置 我自己压满了 我爬一爬 爬一爬 看距离拉远了 或者说手里有洞 对 直接叫自己 那希望什么 希望承载过来抢这台密码机 你别说这台密码机 原生计图离的还有点远 是 但是感觉没有那么快能抢 毕竟是个前锋 是的 前锋修的还是慢的 你看这边承载 听到脚步声我就走了 对 我赶紧跑 不能再给这边东悬他的机会了 是 而且他靠近傻斗祭司这边的信徒 是有闪现的 感觉还是可以处理掉 对 如果这时候再寄到傻斗的话 那真的就是撕抓时间问题 因为你自己没有了 前锋没有补状态的能力 那现在的话 前锋倒是有补状态的能力 他没有补状态的时间和空间 对 他现在没办法 你看他手里那个魔术棒 同样是棍子 换成针多好 对不对 对 那看一下这波怎么说了 因为现在的话 我觉得东悬他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 空住中场这台大遗产的同时 外围有一个闪现的机会 如果闪倒这局有了 其实他现在心里 他全场现在剩余密码机 他非常清楚 首先1号机台你可能没动过 接下来的话 我就是中场靠空离人黄那边那一台的话 你是大遗产我牢牢站住 小房这一台我也是来过 我听过声音没多少的 祭司在这儿啊 对呀 祭司还在这边牵制 你说祭司要去4号级牵制 可能心里还有犹豫一点 对吧 这密码机分布 是不是谁去偷一下这种 但是你这边在木屋这个方向牵制的话 哇 哇 这个闪现是什么意思呢 闪现过洞 我觉得是摁错了 我觉得应该是摁错 闪现过洞是没有意义的 有点直 他好像是先闪了再进的洞 对他可能觉得傻都会打一个奥利奥 就打到那个墙的另一面去 那你说没有技能的一个寄生镜图追祭司 那可要被遛回了 但是这时候陈仔终于摸到针了 这个开始慢慢慢慢有那么一点点 对 终于摸回来了 但是也就是这个说法也就是聊胜于无 对我这局非常好奇的就是傻兜的 他自己的一个牵制数据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牵制 就跟单信徒斗智斗勇 斗智斗勇一整局 那队友你不摸满状态 不敢去动密码机的节奏 那怎么说 这边单信徒继续追 然后承载这边 这个中场这台密码机肯定是别想了 你要么就去木屋找节奏 要么就去小推新开 你还真别说 如果说承载这边也不行 因为它本体就站在你小房这边 对 那你承载感过来 我这个机身补给你了 你是挂机还是怎么着 你选吧 这个就是一个二阶梦之牛 它的一个空性图的辐射范围 对 太大了 我原生牢牢的站在空地纸 然后我本体站在小房这边 我等你来 对 你敢来我给你补机身 补完机身你挂机 剩下外面这个纸丝你永远动不了 就对于二阶的梦之牛来说 我覆盖的范围 只要有密码机 对我来说全是连机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梦之牛它的一个控场 我们一直说它是整个第五人格 我监管者控场的一个天花板 就是这个原因 还是那句话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我人多 对 单挑可以 群欧不行 对 这边是给承载鼓上一个寄生 两个信徒慢慢的追击承载就OK了 是的 承载这边是因为已经教过自己了 对 承载现在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思路 还是要围绕着吃一刀 看看能不能再把祭司摸起来 咱们两个人是吧 对抗他们两个人 还真是 对不对 这边的话最后的机会 也就是冲过去看能不能把傻刀点起来 感觉有机会点 对 这边是能点起来了 点起来的话给到承载一刀 那承载的话 真有个记车 你还是得挂机 对 那这边的话信徒闪现又好了 对 我先说我可能会把节奏换回来 我先处理你承载也是可以的 没错 这边再打一个洞 跟着钻 然后这边赶紧看一看承载 想干嘛 不会想通密码机 不会吧 对 真的敢吗 这是会写摸针 一个人针我用两次 一个人针用两次 反正我不是傭兵 我不是傭兵 我消耗得起来 这边你看祭司 他的一个拉扯能力非常强的 我刚倒地的情况下 你看着我是倒地了 实际上我是后击薄伐 我要攒动这边预判 但是雷若了 实在是走 雷若 对 就看似倒地 但没完全倒 对 他倒地的话 他 你说我在其他情况之后 可能倒地等投降 对吧 祭司倒地 我只要你别让我起来 好吧 你让我起来了 你看我不整你 就有那么几个自愉快的 祭司一个 医生一个 勘探一个 对 就要我压好 我哪怕没自己 队友过来点两下 又起了 你医生起来 一会就满状态了 祭司起来 手里那么多洞 又不好惹 对不对 勘探的话 还有素质三连 对 就这些能够不断续道具的 这些球运者 其实还是蛮恐怖的 前方这边一针两用 幽默好了 对吧 这边的话 双信徒继续对前方 进行一波追击 那承载这边 你只要停止控一个信徒 我立刻转出这个点 但是没有转出去 这边想拿寄生去 跟承载进行一波博弈 原生信徒过来 其实梦之女巫的一个难念 在于什么 我操控双信徒要包夹 但是你可能趁我不注意 就溜走了 是的 对 这边骗了红光 骗到了承载 但是出刀有点急了 这边的感觉这个板子博弈 又翻过去了 翻过来 还是能给到一刀寄生的 还行 对于东旋来说 你在这个点被我架住了 那傻豆那边 你是没有办法去管他的 对 距离已经拉得够开 接下来击倒承载也只是时间 我就把魔术棒捡回来了 就是不放弃 对就是不放弃 我这边 我能跟你拖拖惹 这个傻豆 他的状态已经 倒地状态快满了 我万一是吧 地窖有了 对不对 那感觉还是很难 难是肯定难的 没错 最后这个魔术棒怎么说 这边东旋是知道 他手里有魔术棒 你看这波是我预判你往前走 但是承载这边一个天秀的反走 你不放魔术棒 我也不出这一刀 对 那承载的话 因为是一个单弹射的前锋 所以说这边其实闪现也要好了 那小门地窖的话 不是很好过去的 这边要被追到了 这里应该是实在是走不掉了 是的 哎哎 什么意思 还看看还有没有道具 是不是 对对对 还有魔术棒吗 你再给我变一个 啊 我说这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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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边是村的木底门 是的 是永眠镇众多的不舒服出生点之一 永眠镇有舒服的点吗 没有啊 所以说众多的呀 对那这样的话直接往中场探 脸上这边是无心的佣兵 嗯没错 那这个还是比较飞的 第一个壮脸的是佣兵 佣兵的话 使徒是不好追的 尤其是你敢追佣兵机子够 对 千万多能追 另一方面有没有人 能在中场跟你逗留卡尔明的 这边也就佣兵这些了 对 除非说谁刷点特别不好 就在中场出生 对吧 天赋方面的话是一个稍微有点改版 他是带了快踩抗晕 然后一个没有带红窗的一个上下天赋 哎 是的 那这边的话骗一下红光 这边 稍微有一点点被骗进了身位 稍微有一点点 它还好 嗯 是 那现在的话前面这只猫能不能咬到 因为承载现在要上楼 应该是能咬到的 但是可以上楼 对 那上楼的话 这个有点曲折呀 这个这只 而且这地方的话也不好跳 他想骗承载 那这边翻过去跳下来 这个中间还是隔着东西的 能不能跳一下这个猫 没有猫废了 对 那现在想套路一波承载 你看承载这边非常警惕 我不看见红光 我不给你往一个方向走 对 而且还有什么 这里因为没有地下室 它这一波的话 它承载完全就可以直在独动 牵扯就不出去了 没错 而且独动对于情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点位了 对 你剩下给到你的手里有一个电 然后外面还有一只鸟 知道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这前面这个距离 可以选择交一下电 然后去翻那个窗 这话大老师 这边先要鸟 也可以 这话的话是肯定是要换你个擦刀 直接跳了 嗯 对 他不想打 那这也话是可以考虑直接放猫的 放完猫之后 等你这个鸟结束的话 我拿一刀 对 等 还要等 那现在 对 这个电不敢交 因为交得也进不了交固点 那转到中场 转到中场的话 看看有没有提前傻兜这边安排的一个辅助洞 对 但傻兜离得好远 对 你有没有提前 哎呦 还真是提前留了 对 嗯 那这个洞可以说是保姆基大洞了 我天呐 保姆基大洞 而且板已经给你下掉了 你必须还要踩板才能过 对 那现在这个节奏对 哎 还好 这个洞还好 等了一下同学 但是你知道有个什么问题 对 它是直接从独栋牵制到的目的 又是一片新天地给你玩 没错 这边的话骗一下 那承载这边 承载真的是非常稳健的一个牵制 你不 你不 哎 哎 哎 这 呃 呃 但是还是被东旋骗到了吗 因为这个红光藏起来了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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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才往外转呢 呃 我也在好奇 可能是不想倒到地下室吧 但你别说 可是你都去木地了 你对 你去木地的话 如果不想倒地下室 应该往角落倒的 对 你说你又不是没去过独栋是吧 对 对 嗯 但是你说这个栋怎么 栋就是给你往木地打的吗 是 是 那这里的话 对于东旋来说 还有一波手艺节奏 但是可以看到外围密码机 哎 还挺够的 这边过来 踩到 给陆地刀 打到 要双倒了 完了 你还不上来 凯夫过来 再晕 再晕一下 这边是断了一个护腕 怎么说 这边还要交一个活换下去吗 那这的话双倒预定 呃 对 那现在是已经双倒了 不过还好这个人质卡曼救下来了 我这一波地下室手艺是非常成功的 再一个落地刀 对 但是还是打到佣兵 但是这把球都也走不掉啊 没事 我给佣兵叠战仪啊 是 对不对 那这波的话 节奏被东旋稍微搬回来一点 但是 但是外面密码机已经差不多了 对 是这个道理 那这时候的双倒 只能说是稍微缓了一口气 但依然不够 对 对 并不能做到雪中送炭 嗯 没错 呃 那这边承载二挂 其实对于无心来说 他的任务很简单 不惜一切代价 卡半给我救下来 是 嗯 这边卡到半了 然后独动那一台 他也管不到 哎 是的 那里的话 有一个大洞是直接过去的 那这样的话 可以帮助无心用边调一波状态 对 他们这个人是打算要卖掉吗 因为现在的话 那边在调状态 那这个人应该是要卖掉了 他主要是什么 他就外面几乎全都是宽压好的 对 全都是超级大遗产 但是你补电需要时间 没有人 没有人来去修密码机 你要么就放弃佣兵 不管他 对不对 是 你想你佣兵如果放弃了他倒地 那祭司这边的话 如果要过来救人 那先知一个人去补四台大遗产 他会飞 对呀 对不对 所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要不以后设置一个东西 让鸟也可以去补电 哎 就这什么 就先知可以让自己的翼鸟 带着他飞翔 是 玩具伤呗 玩具伤呗 是 那这边是直接给到柚子一刀 那外围密码机的话是平具节奏是肯定是有的 看一下东泉这个传送 传送是想怎么交 我觉得是要留到开门站了 是的 哎 想骗一下 你看东泉这边 我感觉这个人 无时不刻不在骗人 真的是 这边猫咬到了 跳下去 又是同样的点位 还是不好抓 不好跳 对 这边骗一下 骗一下 对 看一下回来 哎 柚子这边有点被骗到了 这个红光变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密码贴好了 直接亮 对 那这样的话 他是什么 他是骄猫把这个人抓的 是 所以说现在不能速抓他 而且柚子前面 但是还好 东泉来说他只要保平就行 这一会儿一个猫好 就咬到他 在前面有个洞 有洞 哎呀 没进去 一刀带走 那这样的话 感觉应该就是个平了 是的 而且我这东旋都不需要去交这个船 嗯 没错 那这里的话 直接把人往这个木地道点 红蝶亭这边挂一下 对 然后就等着 我就等着 对不对 那那边的话 应该是求人者是也没什么想法 直接想保平了 是 因为毕竟作为他们一个开门站 强救人为佣兵他的博命 这边出人在红蝶河 嗯 这个点其实还可以 他其实脸上是很轻松的 然后拐脚口是有一个人的 嗯 但你看看那个人啊 哈哈哈 那个人是啵啵的佣兵啊 哎呀 就很难受好吧 现在看一看前面那个假门敢修的人是谁 哎呦 哎呀 上级的昆虫呀 是 哦 这个天后的话 是一个挽留八卦阵 挽留八卦阵 是 我天哪 很拼啊 那看一下怎么说 这边是采掉板子之后发现 哎 这个人怎么没有脚印呢 那你说他会是谁呢 是哎 对不对 不会真是真的是昆虫吧 不会吧 但是昆虫是带到了我们一花的脸上 终于兜兜转转 找到了囚徒 突破口了 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点 其实他一会儿甚至可以利用电来破一下板 是 不过要不要先垫一下 对 哎 这 把电给放了 对 那把电放的话前面要白 呃 呃 掉了个鸟 就感觉有点慌了 对对对 感觉一花这波牵制是有点慌了 那这边直接传送 找张艺健的先知了 这边加速板是直接下好的 那空地走 呃 还不走空地 他还要在墓地6 但没有关系 因为他现在这边是焦碗鸟的一个先知 所以说是一个可突破的白板 是的 那先知现在是被夹到了一下 手里 雕像 还有哎 这边直接秒掉了 张艺 我的天哪 这个 这直接脆火传送落地 蒸发了一个先知 那现在 虽然说没有鸟 对 但是也是蒸发呀 对 那现在的话 求证者现在4个人的一致想法什么 别就保平啊 对 这时候你不能再给第二个家抓住机会了 斗舞现在还有一个保平的机会 对 有保平的权力 至少说 对 因为斗舞现在保平的话 第三局大优势 但他们如果过来 就给第二个家开出一个二阶的机会 如果让皮皮线拿下这一局 那第三局就有说法了 对 哇这 而且他这蒸发的可是张八鸟 对呀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击倒速度 太恐怖了 其实张艺健完全可以选择往外围去走 但是他选择了在墓地进行一波博弈 其实也是想着万一 我 哎 但是皮皮线这边怎么说 发生了一点一点小事故 那这样的话 波波是想趁这个僵直去救人吗 他审护万了 他就是说这边过去还是没法做到无伤 确实 那现在手里还有两组雕刻 重拳过来了 怎么说这边推了一波 直接扯下来 这边打到的先知 还好还好 现在依然没有开出二阶 是的 那这边给到重拳一刀再推一下 要收回来了 打掉了 对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进入一个长cd 但没有关系 你脸上这边因为张艺健 先知已经被打出红圈 还是自己顺上这波节奏 而且波波现在什么 状态是非常健康的 对 不用管 这波雕刻家没开二阶 这个人扯下来 那对于群人来说绝对是赚的 是 那现在 但是不对 波波这边居然投铁的 敢继续去要抢点墓地这台大遗产 他不在乎 因为你不可能第二个拿佣兵去开刀 对不对 外围你传送在手 外围昆虫囚图在 昆虫没什么虫了 为什么不去追 但是你说实话 这边的话波波是个残状态 有机会途跑 而且是刚才是吃了通鸡的 但是他现在没有二阶 两个户外的佣兵 还是太难了吧 他真的要追吗 逼一下 要追一下波波这边雕像盲架一组 没有夹到 前面的话绕起来墓地这个点了 因为他没有带风窗 没有带风窗的 对 这个窗对于波波来说可以硬 但是没有风窗也是给到机会 就是看你敢不敢去翻这个窗 对 其实可以硬翻 没有关系 我只要保证我不给你刀就好了 是 我觉得甚至波波这会儿的话 可以考虑留一个护腕的 是的 这样的话 敢盖板的话 那肯定是单弹射的佣兵了 是的 来 这边再看一下外围马机抖动 这个传送交不交 我感觉他这款交了也好难受 交了外面是上系的昆虫学者 这个专确是没有虫和有一点点虫 区别是很大的 是的 是很大的 对 这边的话 这虫子留在原地 皮皮线不处理 这的话收一下虫之后再堵入口 对 再堵在路口 那现在这个虫得处理了 打完了 对 一刀打完了 那就是什么 有虫你是近身不了的 但是有一说一 空地夺你二阶 强吃你平A 还是可以牵制好久 对 这边还想 出空车 搭一下车 但是他说他不敢搭 因为又是二阶 他不敢搭 这边 退走了 完了 这一波 不过还好 因为这个还是运用了一个技巧 运用雕像 两一组之间的一个碰撞 是 所以我就说他二阶的雕刻面前的话 你不敢搭顺度车 二阶是肯定不行 那一阶的话 这个车该坐还是要坐一下 是的 这边坟场过来 能不能直接秒掉上系 哎呦秒掉了 但是你看最后一台密码机是二楼的 是的 比如像这边 不踩电 这边不踩电 还想溜达过去找二楼吗 这样的话感觉压好了 你看皮皮线 他现在这个视角 没有看密码机 他看的是独栋 是 他这个密码机压好了 压好了 直接亮了 是有挽留的 那这时候追谁 但是正义好的皮皮线 尽量要去争一个三抓 保平的话 并不能解决 对没错 那这边的话 肯定是给队友信号 囚图这边 波波这边还有一个户外 对 或者说上系 一定要往另外一个门跑了 一个板摊 再加一个户外 再加一个户外 那波波现在的话 手里还有香水 还甚至有上车的想法吗 没有 应该不会 对 他要去想办法走地窖 这边 但是皮皮线 如果看到你这边有人开门的话 我要缠过来 呃 而且好像中场和这个红蝶河 都不是地窖点 是在远端的 对 在甲门那边 又是天涯海角的一个地窖 对 但是你毕竟是一个满状态的佣兵 看上去 对 波波这边 不对 手里有香水 他这边是 呃 但是 但是 直接传了吗 对 呃 直接传的话 求助者这边很谨慎 是 还是 刚刚感觉是没有碰到门 还没有碰到门 你就传了 那伊花这边的话 是直接往另外一个门跑 现在皮皮线 呃 厂上三个人的位置 都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只能先往门跑看看 会不会有人敢过来点这个门 对 而且如果说呃 狗的好一点的话 甚至感觉有机会拖你挽留啊 哎 是这样的 那波波这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都是波波 对 那看一下这边有空地躲下二街 没有躲掉 没有躲掉 这边手里的香水也不好放了 呃 是的 因为现在板流还没有结束 这边皮皮线的想法 应该是要 对 板团好了 前面 窗 呃 翻窗过来 踩板 踩板是有机会的 呃 但是他鬼手都回来了 呃 是的 那这边放一个香水的话 应该是走不掉 直接个上水回溯 看有没有机会上车呢 这里 呃 看看 哎呦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感觉波波要倒 前面一个短板的博弈 皮皮线这边抽刀 那波波的话 应该是要被留在这个点 是的 这个点皮皮线可以不用过 我只要等 我只要等就好了 那外围两个行者的话 给了充足的时间 他们就走门 那这局的话打平了 他们那边的门 应该是早就已经开完了 是的 那 虽然说这局平局了 但是局势对于接下来说 依然是不容乐观的 嗯 是的 是的 这个会儿平局之后 你第三回合可是留下了 一个8比1的天坑 好 哦 这边是在学校门 对话不多说 直接开滚好吧 然后看看是去小双十一去找上戏呢 还是去二楼去找波波呢 还是去另外一个小双十一找张玉剑呢 我觉得找张玉剑这边是比较理想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片身位 但是张玉剑不翻呀 对不对 那这样的博弈的话 男体又摆在皮皮线面前了 是 我们发现 张玉剑这边 而且皮皮线这边天赋带的是张狂和一个底牌 他是没有带风疮的 张狂和底牌吗 对 套路到了一下 那张狂在的话可以找时机变身 是 直接变身 那这样的话也是经典的封一下夹子之后去 对 但是他这个彩板的话 是把自己的彩板速度暴露出来的 对 是的 那张玉剑这边你看 你不变身 我在窗墟跟你一变身 我交道具拉走 是的 那这个夹子是没有封道路 对 那前面上楼 跳下去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前面 还是没有拿到 对 这没有够到 真的失误了 那这样的话 考不考虑 直接去平地追交闪线 还是说变轮子去追击 这边昆虫过来干扰一波 他想平地追交闪线了 是 他想平地追交闪线 对 然后这一块闪片 但是他把你追在这边有闪的之后了 直接闪线再走了 落地到 这个机道节奏对于铺轮来说非常舒服 对 而且你处理的是一个牛仔 你不怕边上有人OB 没有OB位 对 没有OB位 那这一局的话 对于皮静来说有机会 你还压到了伊花的一台遗产机 没错不过也可以 伊花反正要过来救人嘛 对 作为一个守护人 很多了很多了 对 过来的话 没事你滚我就瞎铲嘛 对对对 守护人的话 你一顿铲的话破轮是没法处理的 对 毕竟一个地上一个地下 对对对 这甚至不存在说 直接是卡在椅子面前 对 那现在的话要逼救的 你要不打他的话 你要不打他 那一会儿出来随便救 对 封个匣子 这边给刀一刀 直接把人卡班追来 你看虫子又来了 直接推走 但是没有关系 直接变轮子 对 开始追到脸上 那这样遇见的话 大楼 对表面上拉了很多点 实际上距离被迫近的 简直太近了 对 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感觉这会儿 好像是不是还差一下 没开二接啊 是的 现在是没开二接的 对 哎呦 但这样的话是直接被夹到了这边 哎呦 只能给刀一刀 但现在利用高丽莎 躲一下那个暴刺 这个落地刀的话 呃 还是能捏倒 直接落地之后再捏刺 呃 是的 那现在的话 那其实穷着这边密码机修的进度 依然是不怎么够的 是 而且发现没有 直接是切成了插岩 嗯 是的 想来控场了 那么破轮的话 底牌切成插岩之后 控场能力也是非常恐怖的 是的 哎 直接给你脚底下给你封一个岩 好难受的 很烦的 就像医院一楼的那个岩一样 没错 不会干扰到二楼的 那现在的话 原地不变身来守 不变身来守的话 对于破轮说 首先是主动丧失了一个双脑机会 是的 呃 那变身了 变身过来看看 哎 变身过来就是什么 虫子没用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上队的 你人是一定可以扯下来的 对 扯人 扯 哎 你不变我不扯 对 这也是过来 那个点 变身 爆刺 牛仔身上两层次 直接捏倒 那牛仔的话 现在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难挂的点位 比如说我们门旁边的那个角落 假门的那个嘴嘴角落 对对对 那个角落就假门和学校门的这个角落 是非常难挂看的 然后再看一下重庆有没有机房 而且什么这边没有刷椅子 最近的椅子是没有刷的脸 你知道吗 看下有没有摇 是的 呃 但是好像队友并没有打算管他 好家伙 但是别白激动半天好吧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好 那现在的话通缉到了守木人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一把的话给到破了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现在能不能把握得住 是的 就要考验他后期的一个控场节奏了 对 那这边是想调整 但是不给你调整这个机会呀 过来 哎 哎 他其实是知道里面有人的 但是他只是从外面滚吧 哎 还是摸好了 对 那现在的话守木人 他他很难受 他既不能盾铲 又不能给刀 对 对 那前面感觉是要被秒了 那一花守木人是要被秒了 对 这个板子进不去的 是 给完一刀之后 他其实中场和二楼还有两个大遗产 对对对 一花的话 其实刚刚吃一个刀是能接受的 但是倒菜的话 他不敢钝地 也不敢平吃刀 这个就是我们说二截破轮的恐怖之处 对 没错 那现在的话 可以看到波波的拥兵修的密码机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是 那上戏的话 昆虫学者是打算直接来救人 但直接被拦在了外围 这里如果能滚到一层的话 甚至可以直接秒了 确实 但是没有滚到呀 哎呦 难受 没有滚到 而且平线这边留了一手 他觉得说可能会狂止偷人 所以说滚了看了一下 是的 没错 你觉得斗舞他们的求人者 是想运营走一个了吗 两个人都不过去救 是的 这边敢变身吗 如果看你去救的话 哎 自己被冒星卡了一下 有点不熟练 对 但是你 昆虫学者怎么 你不敢去去救了 是 不敢去救了 那现在直接暴刺 那波波 对 看一下皮皮线这边还想过来 再补一个眼的 波波这边能不能偷到呀 这个直接 直接暴乱 风夹子不敢救了 是的 那这点的话 直接可以把 但是刚暴刺用过了 暴刺用过了 那现在的话 两个人看来 能不能运营走一个 不解不解 那这样的话 至少说先把一花挂飞 没错 剩下的话 就守最后的半台 是的 感觉现在皮皮线 是完全有机会 进行撕抓的 有有有有 那现在的话过来 滚一下上戏 骑着一会直接变身 再捏就好了 那上戏的话 直接有了 但是一个箱子 直接带走 是的 这边他也再不管 出事情了 那波波那边的佣兵 当时先翻一下箱子 看一下 因为他破轮在排地图 找人的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对 而且就是靠近之后 他是能听到你翻箱子的声音的 这边的话 已经看到脚印 但是这边没有 别加速 过来翻窗过去 等到一层 等暴刺 等暴刺就好了 等二阶暴刺就好了 直接在脸上抱一个捏 那佣兵的话 再插一个眼 再回去找昆虫觉者 这局的话 是一个稳四抓的局面 等暴刺 等暴刺 对 但是佣兵的话 你看 有一个护腕 不止 对 他很稳健 对 但是把你护腕 逼完之后 他已经走不掉了 对 直接捏 捏了吧 捏了吧 直接捏完 不用管了 然后直接回去再去找昆虫 没错 回去找上戏 而上戏现在的话 还没有起来 他这会儿压好了 直接起 看下上戏这边 还有一点虫群可以牵制 但是对于破轮 来说轮行他的时候 你有虫再多的话 你也拦不住他 是的 那现在的话 看一下上戏能不能 把波波的自己拖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很难 边上戏跳下去了 余线这边下来之后 承受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破轮的破底降举 这个窗的话 他其实只能用一次的 所以说你这边 被逼下去之后 再要去牵制一圈就很难 是的 过来 滚到一下 暴刺 但是没有暴刺 因为有高低差 这样的话 有高低差 还能牵制一会儿 是的 那前面的话 要用考验一下自己的夹子的 夹到了 但是不够 不够 还有虫群 对 不仅是慢彩板 还有虫群 那前面还有一个夹子 过来直接去拍到走位 那这样的话 昆虫学生 上戏手已经没有瓷尺了 是的 接下来就看波波这波 正玩瓷尺 还有没有牵制的空间 没错 那现在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密码机 跟刚才相比 几乎是没动的 没有动过 没有动过 现在破译的速率就是零 没错 那现在的话 波波的位置也被找到了 这零化已经找到 手里没有道具了 直接滚到一层 直接二阶线形态一个响指 带走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把四抓呀 我的天哪 这 这也太夸张了 皮皮线破轮的首射 今天皮皮线告诉所有人 他的头就是不上的张图 没错没错 这边直接进入比赛画面 这个点的话 布地门 可以说是非常的烂 而且还是佣兵 对 烂上加烂 这个点对于监管者 你说有门这张图 为什么佣兵走门刷中场 对呀 就很神奇 对不对 这边又放一只猫 怎么感觉熟悉的剧本出现了 也听了一下 对放只猫 然后让佣兵先休不了 然后再来读动 上次是囚徒 这次是机器 是这一会儿终于看到了一个傻局的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剧性剧本 而且发现什么 他的娃娃是在这的 这是一个母子双抓局 现在给到傻刀一个难题 怎么样才能保住这个娃 对 你看东璇现在在利用猫的一个透视 在骗傻刀这边跳过来 能不能拿到这一刀 一刀有了 是的 而且这个娃娃 不过还好 这个虫群是没有及时赶到 是的 要及时赶到的话 就这个 但是这一波推的话 感觉能拉的好远 对 很远很远的 这个就看看东璇 他这个猫要不要放猫赶路了 是的 这的话应该考虑放猫赶路了 对 放猫的话赶路也可以 但这边佣兵把你猫吃了 直接是无心帮你扛了一只猫 对 那这样的话 佣兵虽然说损失了一定的休机时间 但是啥都可以活到下一只猫 没错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 传送要抢 对 传送过来 你不敢翻窗 你要 然后你要往回走的话 一只猫直接给你带走 那东璇这个传送真的很伯特 是的 这个局 求决者平局是稳稳的 这个局 但是就看看能不能三炮 对 因为这个局的话娃娃在外面 这也是肯定能修一台 如果求决者这一把要真三把的话 我就真的要考虑一下换道具的 对 而且要两波过来救 手一定要来救两波 第一波的话肯定是无心的佣兵要过来救 那么再一次面对东璇的使徒 他的救人 我发现东璇是放了一个朝墙的一个猫 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远猫和一个近猫 对 这就是使徒一个经典的手以套路远 近猫这边直接拉回来 这话要抢刀 对 你要救的话 哎 运哥 能不能够办 哎 这个 两晕 东璇其实是不想打这一刀的 但是人人正常把人扯下来 对 那这样的话再有一个昆虫的OB 你处理急切时还是需要时间 你看傻偷他不想溜了 对 他不想溜了 我要玩玩玩 我要把密码机修亮 那下一波的话就是我的节奏 不会有个小伏笔 因为这个虫军消耗比较快 这把昆虫拳解决没有虫军了 在门站昆虫也会成为个突破口 没有OB能力了 现在 那就是你溜的够就够 他唯一的OB就在于扛刀了 如果说这刀没扛到密码机可能不够 对 现在密码机还是比较快的 2分40秒的时候 基本上4台已经 4台 还差一台整 就看最后这台怎么保出来 现在第5台还没有摸上的时候 这些是已经二挂了 这局如果想赢 求用者必须把这个刀扛到 是 必须扛到刀 但是面对使徒安 如果说你所有人去贴上身边去扛的话 他可以把你三个人全部晕住 是的 这边要先把承载机出来 逼迫他进行救人 但是晕到了 这个人感觉被扣不上来了 可以救 还好 因为他是满状态 对 还好 那前面的话是有博命的 两个球员在抢密码机 等下一只猫精准锁定机 也是这局平局有了 这里话想直接扛猫 过来跳一下这个跳 出现失误了 但是问题不大 还是能打到那密码机的进度 是不够的呀 那怎么办呢 现在扛刀强摸都没有意义 只能打三人在场 开门站跑三个 稳三跑吧 真一杀三跑 只是说真一杀三跑 当时我看了那个进度 我感觉有可能是有一个 上香的可能性的 感觉 那现在的话过来 直接先把娃娃处理掉 那东璇的话 现在只需要针对一个人打 我管你是傭兵 是昆虫 是守墓 你能不能在开门站 撑过我使徒安的强留人能力 没错 道具给你逼完 不管是谁我都能留 是的 现在想骗一下 你看东璇无时不刻 不在骗人 是 对 他好像听了一下脸上这台密码机 非常多了 他不太想走 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说保平 对 保平你现在没有能OB的角色 你怕的是谁 谁都不怕 是你现在反而怕的是什么 是给到了穷者空间外面再起来 同时你再去调状态 找不到人 对 他怕的是找不到人 他 咬到了 对 现在畏畏缩缩的 不如去直接出局去打 无论 哎呦 这边是一个 哎呦 那这样的话 这个昆虫可能会被直接留下 对 不过前面还好离板区比较近 还好不是在空地上 这边给捞一刀抽刀 我印下板子 对 我只能说使徒的抽刀 基本上别想抽到人 是 那这样的话可以等下一个猫 对 现在的话密码机也不够 东璇的话 他不想交这个猫 你看他想平地拿刀 因为他觉得这密码机 已经压好了 对 而且他现在是不是有点不太确定 昆虫手机有没有虫 其实我觉得其实不重要 因为他可能预判就是密码机压 他现在这边就不交猫 对 他在拖船送 拖船送的同时 然后就是我想办法平A拿到那招 对 然后确保说你回光缓照池 那一波之后 我直接手里有猫 是的 这边踩板之后 柚子交一个翻窗 是 再把板子处理掉 加一个板台 这边直接亮 但是猫是在手里的 对 而且昆虫手里没有道具 呃 但是柚子能上楼 这个猫可以躲 是 哎呦 但是他没有选择上楼 这猫咬到了 地窖的方向重往 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啊 这怎么可能来得及啊 能不能搬进去 翻不过去啊 这边直接一刀带走了 这个选择是有问题的呀 直接上二楼躲好呀 对呀 你上二楼首先要躲掉第一只猫 你才想第二只猫怎么办 他是不是太执着的说 我想去冲一个地窖了 他想的是队友赶紧走 快走 我走地窖 但这边 求人者方面依然没有放弃 吴欣这边是把道具搬运过来了 因为柚子这边 昆虫是一个衣卦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是的 而且这个点的话离门还挺近 对 而且你看这个道具是一个香水 满状态 佣兵拿香水 然后把护案给到昆虫学校 是真的有说法的 哎 东旋这边是挑哪去了 哎 这 呃 回乡 敢救吗 这个人 这个人救了是 这个人要针对打了 他首先要等猫 过来要扛刀 看一下能不能扛到这一刀 等猫要等猫要直接踩住 守木人要站在队友的底下 我的天哪 没有扛到 守木人的走位太飘忽了 如果说守木人能够站在柚子的脚底下动都不动 他是不能先打倒柚子的 我的天哪 太可惜了 先判定到守木人的铲子上面的 是的 那这局的话东旋也是不负众望完成了一个评局 但是这家的成者真的是展现出来任性 对 选妹呢 选妹你觉得哪一个求生者的战队 你觉得很想挑战一下 作为大魔王 狼队吧 狼队 啊 连起来了 这是个连续剧 你知道今天他们采访的时候 欢鹤有cue到你吗 是要拉你的数据 他太狂了 我都想上去把他的头给你 他太狂了 想把他的头给你下来 放在破轮那个图上 破轮图 首先求生的一个头 我这个选招 可能是没有 会被拆拘捏 我 죄송